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是我家的飛行駕駛艙 這個應該大家很熟悉了 因為我之前有拍的影片特別介紹 我現在使用的硬碟 就是這一種 2.5 吋的SATA的固態硬碟 那這一次金士頓 因為他們知道我有在玩模擬飛行 所以他們提供給我這一個 Kingston Fury Renegade的PCIe 4.0 最新一代的固態硬碟 這個模擬飛行 它其實還滿看重硬碟讀取的效率的 所以這個東西 我預期應該可以給我帶來不錯的飛行體驗 我們把它裝進去主機裡面 那我們來先測一下 我們現在現有的硬碟傳輸的速度好了 我現在有使用固態硬碟的是我的C槽 F槽跟E槽 這三個槽是有固態硬碟 那我今天準備了一個7.84GB的檔案 那它是一個8K的影片檔 我們就用這個7.84GB的檔案 來測試一下傳輸速度好了 好 從固態硬碟就到固態硬碟 開始 喔 一開始很快 後來就慢下來啦 剛剛一開始有1.8GB 但現在就變成了200MB 我們來把這個Kinston Fury Renegade 這個新的固態硬碟裝上去 我很堅持要把它的發音發得好聽 Kinston Fury Reneg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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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已經插好新的固態硬碟了 然後我剛剛已經把它格式化了 就是這個 這邊這個Fury SSD 從這邊直接複製喔 複製貼上 這樣應該是變快了吧 喔 這樣子是2GB多 嗯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跑分好了 實測它的傳輸速度可以跑到6000多 就還真是不可思議耶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把VR模擬飛行的檔案移動過去 它原本是裝在D槽 那我們把它移動到新的這個槽 移動過去 移動 看到這個讀取條了嗎 飛快的移動過去啦 現在裝完新的固態硬碟之後呢 我把VR模擬飛行的100多GB檔案 直接整個搬到了新的固態硬碟 同時在這個2TP的固態硬碟裡面 我割出了1TP的空間 作為模擬飛行專門用的戰存檔 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的執行遊戲是不是比較快 因為其實模擬飛行玩家 他們很看重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模擬飛行過程的張數 就是它的FPS 第二個東西其實就是讀取時間 這個是跟其他類型的遊戲玩家 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可能其他遊戲 它不需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去做世界地圖的建模 或者去抓網路上的圖資 或者是把圖資存到 你的電腦硬碟裡面 但是模擬飛行的玩家 常常會做很多的等待 就是因為他們需要做這件事情 他們要等 那今天有個很特別的計時方式 就是我們用下面這一個 飛行搖桿上面的這個碼表 好 我們開遊戲了 來計時 開始 現在也在載入了 這個VR模擬飛行 它在遊戲前的載入時間 是真的需要等待 喔 開始了 這款遊戲它是在雲端上抓資料下來 但是呢 你可以控制 你抓資料下來 放在你電腦本機的磁碟有多大 那我在飛行的時候 我其實就不是針對衛星做讀取 我就可以直接抓我電腦 現存的資料了 我手指的這個地方 這裡 這裡有一條藍色的讀取條 從這邊開始跑 跑到這裡 那等到跑滿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主畫面了 已經開始進入這個畫面的話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遊戲要打開了 因為它已經開始 跑這些 開始前的畫面了 有這麼快的嗎 這遊戲可以這麼快開啟嗎 真的三分鐘就可以開完了嗎 我看這個圖體頭已經快跑完了 喔 跑完了 跑完了 時間是來到了3分20秒 之前的體感時間的話 應該就是要4分鐘以上了 你們如果自己有玩這款遊戲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花多久的時間開這款遊戲 先隨意跑個地圖讓它來載入一下 我們就看這個載入速度就可以了 玩模擬飛行 需要等待的時間 就是遊戲開始的載入 還有你設定好這個路線之後 你要花多久時間進到你設定的Project裡面 準備囉 3 2 1 Fly 計時 好 準備就跑了 3秒鐘 4秒鐘 5秒鐘 開始跑 它的讀取條直接從一半開始了 究竟新的固態硬碟 這個極快的讀寫速度 能不能夠對模擬飛行達到幫助呢 模擬飛行的玩家其實要的就是時間啦 你每次開遊戲就要等 進去讀取也要等 就是你的地圖在網路上抓下來之後 還要進去硬碟裡面 經過CPU運算 然後再用你的顯示卡來渲染 這其中其實就會花很多等待時間 所以現在已經來到了58秒59 1分鐘 它如果可以在1分半之內跑完的話 就算是我心目中的合格 我就覺得有特別快 對 現在來到1分11秒了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跑這個 這個遊戲呢它有個特性 它跑過一次之後呢 它的地圖會存在它的暫存空間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遊戲是真的第一次跑 喔 好了 好了 暫停 很快耶 很快 這麼快 1分23秒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夠體會我現在的興奮 但是 這真的很快 這真的超爆快的 所以說我使用這個讀寫快的固態硬碟 這真的會有差耶 這以後我玩模擬飛行 我第一次載入就只要花1分半的時間 我連去拋個咖啡都沒時間啊 這太開心了吧 好 人家都說要換CPU換顯示卡 現在你們也要換固態硬碟了 模擬飛行以後要多一個坑了 大家可以來換換看這個設備 因為我目前試過了 我覺得它是有差的 速度有感啊 1分23秒 太扯了吧這個 相信飛行玩家看到這邊就已經覺得很有感了 但是 這支影片還不只這樣子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硬碟讀取速度 會影響模擬飛行的載入時間 所以呢 我很好奇 如果我們今天測試的電腦 是用了我前面這一個固態硬碟 再加上現在最新的下一代的DDR5記憶體 那這樣子的話 模擬飛行的讀取速度會變得多快呢 我們現在要到台北的金西頓辦公室 來進行一個雙機實測 為什麼要到這邊實測呢 因為他們現在電腦裝的是最新的DDR5的設備 我的媽呀 就看起來也未免太香了吧 就是現在最香最新的 Kingston Fury Beast DDR5的記憶體 這個可以說是下一個世代的DDR5的記憶體 他們已經裝到我們這個測試機的主機裡面了 這台用的一樣是我們前面片段提到的 Kingston Fury Renegade PCIe 4.0 NVMe M.2 的固態硬碟 上面薄薄的這一層 使用了石墨烯的材料 它對於散熱是非常有幫助的 左手邊這台電腦用的是DDR4的記憶體 那我們先來往這邊看 另外一台電腦呢 這台電腦插的是DDR5的 這邊附上的是兩台主機的詳細配置 給你們看一下 右邊主機的黃色字部分 就是我們這次要學測的新設備 1 2 3 好 我們來開始殘酷的測試吧 為了不要佔用影片太多時間 所以我們這邊會快轉 兩台同時執行微軟模擬飛行 可以發現右邊光是開場動畫就比較快啊 那接下來Loading的時間呢 同樣也是先出現 右邊是先出現的 右邊真的快很多 右邊已經出現遊戲畫面了 那我前面講過了 看到這個畫面就是準備進入出去 那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我來不及講完了 我們來試試看在很頻繁的運算程式建模的情況下 到底能不能夠附和得住呢 好 確認就好 呃 都是一樣 欸 其實它光是這個畫面其實FPS都不一樣了耶 我這個畫面是 左邊是130張 右邊是180張 可是我會跟大家介紹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有差 其實它這邊在算圖的時候就在算地球了 在算整個地球 OK 好 開始 3 2 1 開始 剛才去載入整套遊戲 那現在的畫面呢 是我們進遊戲之後 我們設定好一個飛行主題 我們要開這個主題 需要的Loading時間 光是Loading時候的髒數都差很多 喔喔喔喔喔! 差很多這個差很多 左邊的畫面隔了7秒钟才跑出來 那接下來呢 它會進入一段滑行到跑道上的動畫 這個動畫的分進還有時間 都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等到這個動畫跑完之後 先進入駕駛艙畫面的就是讀取完成了 超級多的 玩家就是要這個 它其實只要差3秒左右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進遊戲之後呢 我想要來加一點天氣的測試 這邊我額外加了一個雲層的測試 是因為我之前有聽別的飛友說 它只升級了記憶體 可是它的遊戲章數也有些微增加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是不是真的 待會95集的時候往上拉 飛機會自己飄起來 那我們維持在5度到10度的陽角 這邊學測艙內跟艙外都差了30多張 接下來是一個飛行玩家都會很有感的東西 就是你用第一人撐在駕駛艙裡面 然後你到處看這個立體的駕駛艙 那通常來說畫面是會撕裂的 因為電腦會跟不太上 好數到三一集看一下好 就到處看 1 2 3 流暢度有差 我看到左邊的畫面有一些些被割到的畫面 就是斷掉的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打開了剪接軟體 Adobe Premiere 來試試看 8K的影片 的瀏覽還有剪接跟輸出的速度 眼睛比較銳利的觀眾應該會發現差異了 左邊的畫面其實已經開始在 有鈍感了 有隔放的感覺了 但右邊的畫面是很流暢的 那待會這個畫面就差更多了 這個是松山機場飛機起飛的畫面 然後右下角會才飛機飛過去 你看左邊的畫面很明顯有隔放感 可是右邊很流暢啊 為了要榨乾這個電腦的效能 我們把兩台電腦同時進行 8K ProRes RAW這個影片的輸出 同時呢 我們再來跑4.0 Horizon 5 準備 OK 開始 現在左邊已經來到9%了 右邊是20% 哇這邊已經超過一倍速度了 現在兩邊同時在做8K的輸出 然後同時跑Froza Horizon 5的賽車遊戲 做多工的情況下 左邊的畫面現在是跑出了44張的畫面 已經超級大調整 因為已經受不了了 但是右邊的畫面呢 現在是跑出了99張 100張 但還是在很高的水準 我覺得這個是記憶體跟SSD都會有影響 因為主要是我們現在是在做的是性能表現 因為正常人來講 不會說同時在做剪片的過程中 還同時玩遊戲 但是我們這台電腦已經做到了 這件事情它還能非常順暢的吧 兩件事情同時完成 經過了這麼長的一連串測試之後 作為一個飛行迷 其實我真的是很看好這一波是你的硬體 那我們前面的測試 不管是我自己家裡駕駛艙的計時載入測試 或者是我們後來做這個臉海電腦同時進行的測試 都可以顯示出固態硬碟 還有我們新一代DDR5的記憶體 都對於減少遊戲載入的等待時間 有很大的幫助 這次非常感謝金士頓的邀約 看完影片之後想必大家跟我一樣 都是非常期待這個新設備的 那我們就來引進期盼DDR5的上市吧! 看到這邊別忘了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我們下回見囉! 我們下午兩小時 先來一集多了 vit來一集中 然後可以你們下集中 我下集中 大家可以去哪一集中 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